最近,关于饥饿、焦虑食物不够的呼救声不断在网上出现 有些人认为,一顿两顿吃不饱饭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做减肥不就好了 其实不然,食物匮乏对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944年二战期间,美国人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饥饿实验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模拟战场上发生的饥荒 让科学家对饥饿有更深的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前线的战争 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塞尔·凯斯博士 从400多名应征者中招募了36名身体健康、抑制坚定的男性志愿者 博士把他们安排在大学的一个集体宿舍里 让他们每天完成学习、工作、家务和正常的大学活动 同时还要保证每周步行至少35公里的运动量 实验一共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三个月的正常饮食期 六个月的饥饿实验期和三个月的营养恢复期 最初的三个月里,凯斯博士让他们每人 每天吃两顿,保证热量摄入在3200大卡 三个月结束后,饥饿实验开始了 志愿者的饮食热量被降低到了1600大卡 降低食物量的同时,运动量却没有减少 每天的热量消耗仍然是3000大卡 这种环境就和战场上所发生的饥荒差不多 志愿者们逐步开始产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所有参与实验的志愿者都开始出现了力量下降和精神违离的现象 志愿者们的反应开始变得迟钝 警觉性开始降低,他们开始无法专注思考事情 少睡,头晕,头疼,对光线和声音变化反应过激 水肿,掉头发,怕冷,视线模糊,持续耳鸣,手脚麻木等现象 试验人员测量发现 志愿者的基础代谢率平均降低了40%以上 在情绪和性格方面 凯斯教授也考虑到了饥饿试验 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的极大考验 所以在志愿者选拔方面非常严格 这些被选伤的人心理状态普遍好于普通人 但是试验中即使这些心理完全健康的人也开始出现心理问题 具体表现如下 1.抑郁 多数志愿者在挨饿后很快就抑郁 有20%的人的抑郁甚至影响了日常生活 有的人表现很极端 时而情绪高涨 时而情绪极其低落 类似躁郁症 2.焦虑烦躁 很多人表现出啃指甲 过度抽烟 烦躁不安的样子 3.敏感一怒 志愿者的感官被激化到了极点 嗅觉和听觉都变得敏感 对食物的关注也变得敏锐 一点点小事就会容易暴墓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4.认知障碍 在挨饿的过程中 志愿者们有个奇怪的认知 就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过瘦 还觉得其他志愿者变得越来越胖了 5.丧失兴趣 大部分人对日常生活都不关心 不注重个人卫生 甚至不愿和人交往 6.强迫性关注 虽然对其他的兴趣都丧失了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食物都有了强迫性的关注 他们会做一系列和食物有关的仪式 比如用水稀释食物 小口的进食 将一顿饭时间延长 不断嚼口香糖 恐怖的饥饿期结束后 终于迎来了三个月的恢复期 36人里只有32人最终坚持了下来 他们不再被限制饮食 开始暴饮暴食 疯狂地食用一切自己所能食用的东西 大部分人的脂肪都达到了实验前的1.4倍 但他们的焦虑与幻觉 在后续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都没有消失 甚至有部分人的后遗症长达三年有余 而凯斯博士也发现 即使按照正常的3000卡路里 摄入食物 这些志愿者的身体仍然无法恢复 必须增加到4000卡路里 才能恢复正常 这场饥饿试验 对志愿者的生理和心理上造成的创伤 是非常深刻的 数年后 试验的残留影响 仍然在每一个志愿者身上继续体现出来 比如对食物的迷恋 贪食 对待食物的强迫性行为依然存在 由于该项试验的观感极为残忍 严重违背伦理道德 因此这类实验被永远的封存 实验得出的结论和数据 在此之后的救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更多的则是提醒着我们 饥饿的可怕 与食物的可贵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验 也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不要随意用结石来虐待自己 同时也希望更多人知道 担心食物不够吃 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的心理学实验故事 记得关注我呢 No Yourself 带你关注自我和内心 我们下期再见